Ctrl-C一下 然后再Ctrl-V贴上 就可以弄了 那只是说我们等一下把这个程式 底下还有 要把这个程式里面的东西呢 第一个 要把就是我们原来的 这个问题9的资料 先搬到SS 第二个是说 这等于6个人的资料来源 不是用筛选复制贴上 而是从SS里面过来 所以呢各位也要稍微 复习一下就是说 前面我们有讲过嘛 就是说SS如何搬资料过来 那其实好像前面有 有一个范例是什么 地址合并 有没有印象 地址合并里面 要 就是Ctrl 这边的话有一个 会有地址 like中校东 那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个练习 就是 查到之后 自动的 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把结果放到里面去 那你想说 这个蛮接近的 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 贴过去的东西 里面有个问题 它没有栏位 那没有栏位的话呢 这边有栏位 因为资料 它查到之后 它只会有里面的资料 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你要把栏位名称再加上去 也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范例 只是说它怎么样把这些范例 组合之后 变成我们 这个最后的那个城市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要把那个云端硬碟上面的东西下载下来的话 记得就是要登录个账号 然后在云端硬碟中开启 你就可以把它整个下载下来 那第二个是说呢 也稍微复习一下 就是说 如何把前面我们所上过的那个课程里面用到的 那个从assets里面查资料 再放到工作表里面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做 好